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画面都胜过春风拂过 醉的深沉 比妖艳更魅惑 比妩媚更浓烈 抬眼之间竟是默默寒情 缠绵浅犬 温婉的 诙谐的 泼辣的 无论哪一种它都能驾驭自如 风月片成了叶子梅演艺生涯的主旋律 性感也成了它最响亮的标签 情圣里一个撩尖镜头变成经典 她坐于副驾 长发随风而动 表情娇俏 手一扯 一山半退 眉眼撩人 无数宅男败倒在她的风情之下 更有被迷到失去理智者 一个名叫陈立强的男人 因迷恋叶子梅不惜犯罪入狱 她是一名银行助理 贵迷心窍之下 私自将1800万的公款 转入到叶子梅的账户 不久之后就东窗事发吃了老饭 然而就是在这爆红时刻 她却选择淡出演艺圈 为什么呢 她厌恶于那些只看身材不看戏的角色 陷入庸俗的演艺生涯 让她一度茫然无措 而就在这时吕西照出现了 那天她腰椎有些不适 朋友给她推荐了一个脊椎医生 正是吕西照 叶子梅到了诊所 看到吕西照一见倾心 她试探她的婚恋情况 李毅带着叶子 虽然不是未婚 但叶子梅不在乎 在她看来 吕西照是个值得托付周身的人 因为她尊重她 一个风月女性 在很多男人眼中 她的成功靠得就是姿色 跟吕西照接触之时 叶子梅也担心她会不会介意 她直接问她 他们都觉得我是出来卖的 你不介意吗 吕西照能懂 更愿妥贴珍惜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自己底线的人 就像我们做医生的 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也就是要有医德 我相信你也是一位有义德的演员 叶子梅 伸手感动 没人能抗拒一个满目关怀的人 尤其是叶子梅 是的 她是风月女性 飞翼和轻蔑 早已成了弥漫已久的 毒物 在身边久久不散 有一回 她被当众骚扰 那是她参加的一个工程剪探活动 十几岁的少年 丝毫不掩饰龙 一抬手 就释放暗藏的恶劣与欲望 她摸她的臀 撩她的胸 把她的身体当作任人摆布的玩偶 肆意招惹挑逗 起初叶子梅只是当一场无形之诗 不作回应 但很可惜 那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单纯 因为下一刻 少年便可直接触碰她的底线 终目睽睽之下 那只罪恶的手愈发猖狂 叶子梅被弄得身疼 再也不能忍受 叫喊出来 旁人注意到她们的动静 这才伸出援手解救了叶子梅 她委屈 却不得不卑微求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被尊重 成了她必须承受的负累 香港的东亚拳击 精英赛上 叶子梅担任司仪 朱唇粉面 曲线玲珑 人群力躁动身 绵绵不绝 哄笑不停 混乱不堪 叶子挂不敌咒 腰臀都沦陷其中 遭到侵犯 那一瞬 所有的抵抗 所有的不屈 一言难尽 最终还是警察到来 制止了这场撒野 直至活动结束 叶子梅久久不能回审 她不明白 为何风月女性 就要被这样对待 性感是原罪吗 可她一直坚守 本性从未出格 闹得最凶的 也就是和杨义和的绯闻 那会儿 她是她的男朋友 更是她的经纪人 她把她包装 在宣传 短短两三年 她成了知上红媚 百媚千娇 曾一度被搞呼 香港第一女神 第一波霸 然而 很多人不知道 浓郁的胭脂红 那里只不过是 轻雅的一点弹珠 时事实然 叶子梅不介意 拍摄大尺度影片 但她有自己的原则 只拖不路 我要把自己 留给未来的丈夫 字句简洁 落地有声 但不是所有人 都理解这一腔痴情 总有那么些人 怀着偏见 执拗认为 女人一拖 便涌入封城 戏不尽 甩不掉 于是 不少片商 想让叶子梅臣服 他们明码标价 势在逼得 八百万 多么诱人的谈资 但没人得逞 叶子梅拒了 一个坚守自我的举动 却引来无数争议 叫作 滑而不实 凶是假凶 对于一切声讨 叶子梅只淡然 假不假 一看就知道了 还用说吗 之后 她用一个两百万 赌注了千万张罪 你能想象吗 她为自己的凶 投了宝 香港第一宗 人体投宝 就此诞生 堪称一绝 在她看来 性感无罪 更无需承受 异样目光 她沉浸于自己的魅力 走在街上 被男人撩很烦 没有男人撩更烦 豁达一点 再看开一点就好 然而名声大噪之际 叶子梅却萌声了退意 影片开始泛滥 人们陷入皮与肉的囚牢 不断沉沦 男人希望尺度更大 风月女星被迫 退下更多衣裳 男人跺 女人落 叶子梅不堪其重 巨大的神色场里 她成了格格不入的挑剂 可有可无 昔日风光 早已不在 今日迷乱 她又不想涉足 机会不再眷顾 时代从不缺美人 比她更妖 更艳的 大有人在 她就此退场 向吕西赵走去 可沼泽里开出的花 哪那么容易 细静泥泞 在世人眼里 她始终是那么不敬 她害怕给吕西赵 带来不好的身影 考虑了很久 叶子梅决定探索 另一条出路 她去了台湾 歌坦成了她下一个目标 她找到好友 其情 向她寻求帮助 很快她出了第一个唱片 十分坦白 但很遗憾 翻向平平 更多人想看到的是 荧幕上的销魂 倩影 而不是聆听留神机里 平平无奇的 杀杀女生 新开的陆贝族没了方向 叶子梅只能停住脚步 1994年之后 叶子梅不再驻足 浮华香艳的娱乐圈 她珍惜眼前 把心思专注在了 吕西赵身上 她打包过网 肩口莫言 不再提往事 也不再贪红尘 活成一个平凡女人 上街买菜 打理家务 最琐碎的日常 在她的用心之下 处处都是爱的痕迹 她喜欢煲汤 她最爱喝汤 我很会做饭 她就是被我做的一手好菜吸引的 我最会煲汤 想不到吧 柴米油盐 也有浓情 多么相称的两个人 但理想总自带残缺 那些残缺又总会变成遗憾 他们没有结婚 外面的人以为 我结了婚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成亲 吕西赵的上一段婚姻 给她造成了无法释然的阴阳 她不肯再婚 落寞吗 不解吗 当然会有 满腔痴情 竟换不来一纸婚约 任谁都会不甘 但又能怎样呢 初时两年 叶子梅也想过要结婚 可还没有实施 时过境迁 她看重的 早不是那些浮于表面的证书 陪伴才是她的终极追求 其实只是欠一张纸 两个人走在一起 互相视为伴侣就足够了 她享受彼此间的空间感 也深知彼此的独特性 不于归 不强求 她不逼她 她也别干扰她 在孩子一世上 叶子梅就坚持得很 她不想生 谁劝也没有用 她认为 吕西照已经有一个儿子 无需再生 他们的爱情之路 也有过动荡和风波 吵架分手 但很快又复合 两个成年人 就像两个幼稚的孩童 小打小闹 又主动求和 她说她兴缘分 跟她在一起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再出去 结识别的男人 生活如清风淡水 一晃多年过去了 叶子梅难得有了宁静 一切都焕然兴生 哪怕身体发福 她也不介怀 做人本不该 要求太多 要懂知足常乐 生活依然自乐 仿佛天赐 但是天意弄人 一场意外 让叶子梅如遭 晴天霹雳 2018年11月 大概是她最灰暗的日子 那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再见 既是天人勇格 飞往美国的航班 如期起飞 吕西照就在飞机上 战狼的天 洁净的不像样 而就在此时 吕西照突感不适 呼吸加快 她的心脏病发作了 瞬间 机舱里一阵病荒马乱 坏消息应声而至 吕西照 欲试场词 死亡 来得如此之快 得知消息 叶子梅痛苦不已 她没有办法相信 她的爱人 就这样抛下了自己 她把自己封闭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沉浸于苦楚 无法自拔 哭成了唯一的救赎 无论是做什么 走到哪 她都感觉 吕西照不曾离去 她相信 她一直在 只不过 换了另外一种 方式陪伴 她固执的倔强着 她牵着他们的狗 走过日落黄昏 走过斑驳回忆 两只狗成了一只 两个人成了一人 有人拍到她的照片 一身阑珊 步履匆匆 笑容不再 无数粉丝看后 悲重蹤来 红颜遗老 传奇已尽 但迟暮的美人 不能善终 一直活在悲伤之中 吕西照走后 她留下的那些遗产 她一分未去 悉数留给她的前妻和儿子 她使物质如泡沫 和吕西照在一起 金钱名分 都不为她所求 投资理财 在澳门开茶餐厅 经济上 她都靠自己 她只是爱她 需要她 她在 就能为她 荒芜芜的内心 提供养分 焕发生机 也能让她漂浮于灵魂 大破虚无 急于慰藉 其他不过 是幻影 如今距离 李西照 离世已经四年 对于一切意外 叶子妹已经释然 她说人生无常 她面对现实 面对所有的发生 没有办法 我要接受 接受人已去 接受容颜世 接受 没人老 接受吕西照 三个字 仿佛一阵春风 吹过就散 什么也没有留下 而那空空的空间里 于她 有着最好的往昔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 请多的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 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